哈喽,大家好,我是花,今天讲的是450题delete node in a BST 就是在一颗2x搜索数中删除一个节点,这套题目的话 虽然不是特别的,但是它的情况也分好多种,我们要自己讨论一下 并且在实现的时候的话,也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式 那么我也会来谈一下这两种选择方式的取舍 那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说是给你一个根节点,表示一颗二叉数 然后有一个key,然后让你去删除这颗树里面这个节点的值等于key的 这边说的等于,比如说先找到这个节点,然后如果找到的话就把它删掉 然后时间发度的话是在oh,就是height of tree 那么它给样例的话是相对比较简单,这样一颗二叉数,二叉数数 然后的话,根节点比所有的左子数的节点要大,然后根节点比所有右子数的节点要小 那么它的key是3,找到有这样一个节点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节点值删掉 然后的话,由于它只有一个右子数只有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把它替换上来就可以了 我这边是给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么我看一下E里面讲了更多稍微复杂一些的例子 我给了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例子,我们看一下这种情况下的话需要做哪些变化 我们同样是删除3这个节点,我们发现会受到影响的节点有四五六三个节点都会受到影响 都需要变化,那么我去接替3的位置的这样一个节点的话,它有什么特点啊 它的特点就是必须是在它的右子数里面最小的一个节点 任何一个节点比它大的话,如果去和3交换的位置的话 那么它的右子数里面就有节点比较小,比如说我把这个7换上来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行的,就是这边的话6,4,5都比7要小 所以说我必须在3这个节点的右子数里面找一个最小的这个4 那么把它替换上来 替换上来之后的话,我还要做相应的操作时的这样一颗tree 可以继续能够保持它的二双插搜索数的性质 那么这边简单的提一下这个性质的话,就是所有的左子数的话都是要小于root 所有的右子数的话都是要大于root 那么我们来做这种题目的时候的话 其实因为数这个数据结构是地规定义的 那么我们也把它操作,删除操作版,用使用地规的形式来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首先的话是两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现在是看一个节点A 那么对这个A的话,我有一个parent 我先不管它是,其实它是parent的左子数和右子数并不重要 假设我有个节点A,然后它有parent 然后我A的话有左子数和右子数 如果这个A的话比key要小 那么表示我这个节点要么在我的右子数要么并不存在 所以说我自己什么都不用处理 我只要说我的右子数等于我要在右子数里地规去删除这样一个key 然后的返回值,然后我每次删除的话,我会返回一个root 然后我的话,A的write就重新复制成这个delete note后的这个右子数 就是REP,那么我并不关心右子数怎么处理的 那我只要说我需要更新成右子数处理过的右子数就可以了 然后返回给跟节点的时候,同时它自己也要返回 返回给跟节点的时候,它也不需要作用文操作 就返回它本身 同理如果是这个key比A要小的话 那么它在左子数中我返回删除修改过的左子数 那么L一撇作为左子数的那个返回值 然后复制给a点left,相当于是重新更新的左子数 然后最后的对parent的话还是返回a 因为a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只是它的左子数或右子数变了 相当于是8这个节点,那么3比8要小 那么我只要返回修改过的左子数 因为有右子数部分不会动 所以说我只要把8的左子数指向一个新的根节点 比如说这边根节点是4 那8指向一个新的根节点之后 它返回给上面就可以了 这样的情况的话是 a和这个key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第一,不是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不相同 那么e或者比较小或者比较大 那么只要去第一规的调用 对左子数或右子数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说它每次的话只会走一个分值 可以确保它的时间法都是oh 那么这个key等于a的时候情况都比较复杂 我们先这边画了三种情况 其实有四种情况 我们这边先讨论三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a这个节点本身是个leave节点 就是它没有左子数也没有右子数 为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 我直接把a这个节点删掉就可以了 删掉的话我返回给根节点空 那么我跟节点指向的 左子数或右子数就变成空了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删除节点就完成了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不需要去更改其他的节点 那么第二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对称的 就是说a的话它只有一个child 如果是左子数 就是只有左子数或只有右子数 在这种情况的话也是比较简单的 我只要直接把左子数或右子数直接的接到我的a的parent上面去就可以了 那么不管是左子数还是右子数 假设a是parent的左子数的话 那么所有的l和r的话都是比p要小 那么我接到p的左子数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我只要用a的左子数或a的右子数去替代a原来的位置 那么我直接返回 如果左子数未空的话 返回右子数 右子数未空的话返回左子数 那么直接接到p的下面来就可以了 就是第二种情况 a只有一个child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假设a同时有左子数或右子数的话情况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看下一页 下一页 就是a等于key并且它有左子数或右子数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去修改这个tree的 那么修改这个tree的话它其实有好多种方法了 那么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在 现在比较简单的话就是相对的在右子数中找一个最小的 之前也说了 那么 由于a的右子数里面所有的接点都比a要大 然后的话我为了找一个接班人 那么我肯定在这里面找一个最小的 然后才能去替换我a的位置 找到最小的话它有两个性质 第一它肯定比所有小于a的数要大 那么它去a的话继续能够成为这个新的一个节点的左子数 那么它同时的话又比r里面所有的元素要小 那么r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比较大 所以说可以作为它的右子数 假设我们假设这样一个节点的话它叫m m的话是右子数里面最小的一个节点 那么找这样一个节点的话还是比较简单 就是一路往左走 找到这个右子数的根节点开始一直往左走 找到第一个节点它没有左子数了 那么它就是最小的节点 假设我们沿着这样一个一直往左走 走到这样一个m节点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 首先第一它是没有左子数的 那么第二的话它可能会有右子数 所以说我们现在结构就是这样子 t它是m的parent 然后m的话可能可以有一个右子数 然后它的一定是没有左子数 找到这样一个m节点之后 我们就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法 第一种实现方法的话就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这个a这个节点的值 把这和m节点的值 替换交换交换不是替换 把直接把m的值放到这边来 再来说我把这个m节点的值放到这边 我并没有去移动这个修改这个指针 只是把这个值移过来 移过来之后的话 相当于说我这个树里面同时有两颗这样一个节点 为m的那个顶点 这时候的话我在这个右子数中 用d归的去删除这样一个m节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做什么好处呢 这个代码比较简洁 比较优雅 然后的话由于这个m的话 因为它是最小的节点 它没有左子数 所以说它就回到了这个第一种情况 没有左子数 只有右子数 这样种情况 去把这个节点删除的话 相当于说比较简单 只要把它它的那个右子数 接到它的parent上面去就可以了 那么直接然后把这个节点删除就可以了 那么而且的话也是确保了一定是走了这样一个 每次只会走一个分支 确保它的时间法度还是oh 虽然我这边要做两次 但是的话还是oh 第一次的话是找到这个m 然后第二次的话还要去d归去删除它 那么其实走了走了两遍 那么这个由于是常数项 所以说还是可以算做oh 这第一种实现 但是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你有一个指针指向了m 那么原来的这个指针还是有效的 尽管你删除你删除的是a 所以说这个指针本身还是有效 但是你用这种方法做之后的话 这个m这个指针其实被删除了 那么你原来这个指针就失效了 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虽然教科书中会 或者说教科书中的话就是说把a和m交换 然后然后再去删除m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在实现中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觉得比较正常的实现方法的话 就直接做指针操作 直接把m这个节点 直接移到a这个位置上面去 然后直接把a这个节点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其实并不去 重新再去访问这个u字数 找到这样一个m节点 然后它的parent的节点 它的u字数 然后做几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指针的操作之后 就可以把它移到这个a的位置上来 其实并没有移过来 这是返回给根节点的时候返回的m 那么根节点自动会把它接到 接到这样一个它的原来的位置上面去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讲了这个五种情况 一个是a大于key a小于key 然后a等于key的话又分了四种情况 就包含了就是可能出现了所有情况了 那么也讲了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第一种方法的话 相对说比较简单 如果根节点为空的话直接反过为空 然后的话当这个key大于根节点值的话 表示这个node的话在u字数 只可能在u字数当中 那么我们递归对u字数递归 调用这个delete node 然后把这个key传进去 它的返回值的话作为我新的u字数 同理的话key小于跟节点的值的话 就是左指数等于 删除或者左指数 如果当这个根节点的值等于key的话 它并且它的同时有两个children的话 那么我们去找到这个u字数中最小的这样一个节点 这个min假设实话是u字数中最小的节点 然后我们直接把root的值等于它的这个最小的值 然后的话我们去 对于u字数去递归的调用这个delete node 然后删除的key的话更新了 注意因为key的话是这个最小值 u字数中最小节点的最小值 最小节点的值 这样就删除那个节点去了 然后的话 当这个root的话 它等于key 并且它只有一个或者没有child的时候 那么我其实看一下它如果有一个子数不为空的话 我就把它作为我的新root 然后的话我们就把它全把这个root的话清空 置为空 然后把它删掉 那么返回这个newroot 这个时候如果是两个候群都为空的话 会返回now 那这样是正常的 如果有一个child的话 那么它就会返回那个相对应的child 有的那个child 然后返回给它的parent 最后的话 这边返回root的话是针对上面那种情况 返回这个root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 稍微长一些 我来看一下 前面部分还是一样 我们就不讲了 就是讲一下到了这个 当这个root的key root正好等于key的时候 那么 我们先定一个指针 这个是newroot 新的根据点 那么如果左子数为空的话 新的root的话是右子数 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比较简单的情况 如果右子数为空的话 新的root的话是左子数 当它两个 两个children都不为空的时候 同时有两个children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在他右子数中找一个最小的值 就是in order successor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定一个parent parent的话就是当前的根据点 那么我的新的root的话就是当前的右子数的根据点 当这个 当这个新的root的话它有左子数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去找它的左子数 去更新它的左子数 使得它往左走一直找到最小的这个节点为止 如果没有找到没有左子数为止 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新的root的话就找到了 这是最小的值 然后我有它的parent的值 当它 这边要注意 当它等于parent的时候 我们其实不需要做直接操作 当它不等于parent的时候 当这个t不等于a的时候 原来这个t是等于a 如果t等于a的话 那么有些套用就不能做 当t这个节点不等于a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更新一些指针 那么 就是把这个t的左子数 复制成这个这个新的节点的右子数 就是把 因为这个m是这个t的左子数的最后一个节点 就是最后一个最左边的这个子 节点 那么直接把这个r接到这个t的左子数里面去 就是这一步就是把r接过来 然后的话 这个新的节点的右子数的话 the root of the right 相当于是说 把这个m换过来之后 m的右子数的话 指向的是a原来指向的右子数 就这一个 当它这个 相当于是接了这一块 把这块接过来 就是这是两个操作 还有一个操作的话就是 这个新的根节点的左子数 得应ruder的左子数 ruder的左子数 这个不管有没有都无所谓 就是把这部分也接过来 那么我们就做了三个操作之后 就把这个指针的位置移动到它 其实这边还没有移动 只是做了修改 修改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去删除这样一个根节点 并且返回它的新节点 返回新节点之后的话 它就会被接到这个 它的这个parent下面去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所有的操作 那好 那好 就这套题目的话 就这样子 最后的话也是要返回root 这是就是对于前面 那种情况用来做 用来做返回root 好 我觉得总的来说这套题的话 它的那个情况还是很多的 如果需要去比较仔细的 考虑到所有的情况 其实使用地规地规定应的话 你会发现可以省掉很多这个 很多这个 很古种地规的话 它会比较清晰的 那好 这套题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不要忘记观众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生命上传 最近没有更新的话 一个是工作比较忙 另外的话也是生病了 那么最近公司也很多很多同学 同事生病 那么大家注意多喝开水 保重身体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说 拜拜